我们讲我们真的非常钦佩 宋老在艺术方面对于自己的奉献 但是宋老 您的这种执着和扭劲啊 也挺让家里人操心的 而且我听说啊 在舞台上也发生过很危险的情况 是吗 曾经有几次啊 是在舞台上 比如说我演那个张明琪 那个话剧 明琪书记 当时呢在南湖剧场 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呢 心脏病就犯了 我37岁的时候 就给我戴上了关心病的帽子 突发了心脏病之后 我自己觉得支持不住了 因为我孙生也没带着药 后来同台演戏的 演那个名其妻子的 我那个演员在旁边 我就跟他讲 我说舒云 他说张舒云 我悄悄地跟他说了啊 我说你 马上下去给我弄点急救药 我说我犯病了 他反应特别快 马上就下去了 下去之后 正好那一段的我没有台词 我听对手 他在那给我讲 我呢支撑着自己 我说不能倒下 支撑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我们的演员 马上就上去了 手里端了一杯水 而且加了一台词 当时说 名其 你先把这药吃了吧 哎呀 后来我一看 他正好 当时这个药接到手里 他已经放不到嘴里了 是他把药给我弄到嘴里 把水喝了一口 就缓解了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正好是木千 大木和尚以后 我下里一看呢 是有一个抢救小组 已经站在那个侧幕旁边了 因为离这一大二院比较近 所以当时他们就赶过去了 赶过去要拿单架就把我抬走 我说绝对不行 我这戏没演完呢 我说你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你们如果还有什么急救针的话 你给我打一下 我还得演戏 我必须演 我没法跟观众解释 当时说实话 他们也没拗过我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强 坚持要演 我说拉大木 我要上台 完了于是我就上去了 就坚持地把戏演完了 这个我听起来 就是因为我见这样的事 见了不少 就是一个演员在台上 如果底下的观众捧认可你 真是死到台上都愿意 不是说我们在这 就是讲一些很高大上的口号 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干这个的 得到的最大奖赏 比方说刚才宋老师说 金杯银杯 不是老百姓口碑 大家认可我 就是我最高的荣誉 你听着这话 说是不是挺高 不是 因为你演员就是干这玩意的 你如果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那你还干他干嘛呀 所以为了观众的认可 我是职业是这个 我必须要为这个舞台负责任 所以这样的事 可能你听起来觉得 哎呦 这是不是挺极端 真能奉献 但其实每一个合格的演员 在这个时候 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尤其我听着 特别感觉舒服的就是 他们台上那位女演员 跟你拿药的时候 加了一句话 明启 你把这药先吃了吧 这我们旁边叫现挂 这个挂得非常好 还是在情节之中 而且一点都不露痕迹 我说这个过程 我听起来特别感动 作为一个演员 对舞台的负责任 就应该体现到这个程度上 同时我也跟大家报个料 为什么你看他这个 这幕演完了 到那一看 医院的那抢救小组 都在那等着他 为啥不等着 不来不行 因为宋老师就认得市政府 不认得医院 还记着这事呢 谢谢 哇 现在我回过头来 宋老师我就想问您一句 您就没想过 万一我在舞台上 我真就倒下了 我怎么办 过后啊 当时那一瞬没想 演出完了 大梦和尚以后 我想过 我说也许 这是我 就此告别舞台 告别人事 但是还好 这个老天眷顾 命还比较大 一次一次的 我还都走过来了 包括在舞台演出 我正能演的 甘子山人男人女人呢 我背后一个雪花鸡 就是舞台做效果用的 雪花鸡啊 就从我的这个 贴着我的后背砸下来 从天风顶上掉下来 当时把那个台板 砸了很大一个洞 我就觉得你看 还是不该死 没问题 其实运动员在场上 也有受伤的时候 那个更是突发的 我们是根本控制不了的 听到宋老师讲的 他的经历 首先我感到宋老师 对艺术跟他的事业 这种执着的精神 跟拼音的精神 值得我们晚辈 跟年轻人学习的地方 他也体现了 我们辽宁的精神 作为我们运转来说 在场上也会出现 这种突发的世界 比如说眼眶打开了 鼻子创了 或者牙创掉了 等等这些伤病 都会出现 但是让我们 对于紧急处理之后 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严重伤 队员还会马上 返回到场上 跟教练主动要求说 我还可以聚与比赛 因为大家为我们这个 辽宁拿来这个荣誉 为了想赢得比赛 他们不顾一切 这种精神 确实值得我 和所有的球迷 他们的准备 然后给大家介绍 一部特别的作品 这部作品 是宋老的第二个 梅花奖的作品 叫做父亲 而且是宋老和儿子 嘉伦同台演绎的 一个特殊的作品 在这个作品上映的时候 有一些插曲发生 是吗 第一 我跟话剧父亲 特别有缘分 因为从话剧第一版 我就开始在排练场看 我是属于 特别忠实的观众 然后呢 我们不在一个剧院 他们到北京去演出 然后有一天 我在沈阳 他已经在北京了 我爸平时对我特别严厉 而且说话 是不容商量的 当天我正在 接待一个朋友 在北市吃饭 然后我爸电话 哎呦 我说 等会儿我爸 我拿起来 我爸就这样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当时第一感觉 我爸爸生病了 因为他的声音不对 要是平时的话 怎么着 你干啥 你喝的 我说 爸 您有什么事 我没事 我没事 现在有个情况 特别紧急 我们有个演员 把腿给摔断了 马上就要上北京演出 把腿给摔断了 我说 那您给我打那话的意思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这是以前没出现过的台词 他说 如果你要觉得可以的话 我想 让你临时盯他一下 我当时 第一反应 我有点兴奋 我想 你看 在最关键的时刻 上阵父子兵啊 我爸首先想到了我 我特别兴奋 因为我当时有一部戏 也马上要调北京演出 我是那一部戏的男一号 我说 爸 你放心吧 没问题 他说 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现在 就有人 在聊意的录音棚里等着你 你去看录像 然后八台词 明天早晨 坐火车 到北京 我说 你放心吧 我说 你踏踏实实睡觉 肯定没问题 好 完了就到北京去演出 当天演完了 莫然老师 我就远远地听到 一个浑厚的声音说 我来看看 救火队员 虽然这是一个插曲 一是说 我跟这部剧的缘分 另外我就说 我们俩俩在生活中 有一种默契 有一种信任 虽然我爸爸 对我非常严厉 但是最关键时刻 他能知道 他儿子是 给他解决问题的人 好 好 还是 好 laş reality 每alu